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老板可以再多运一会儿啊 刚才那一杆打得太快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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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友还有一次实际的资本 这个时候我要是李辉的话 再有一次盘复一局 这个时候我要是李辉的话 我会选让戴勇再开 自己不开 现在两个人都不容时机了 当然了 第三次时机是盘复一局 再往后每时机一次 都是再盘复一局 18局 李辉开球 10秒 3 5 9 14 4个球过线没问题 虽然没有球进行 但是效果出奇的好 两边中带都很难防 10秒 延时 这边1号要想打进 也是很困难的 小心犯规 戴勇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 从前来讲算好球了 三号球 中带 李辉 李辉应该是不能再如法炮制了 但有的时候这样子反而会逼出来一个机会 10秒 原计划肯定不是戒 就是叫1号 这一戒走 第1号 这一戒走 从前面 用这个问题 出 10秒 没有了 没有延似的 5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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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还有 就是看15有没有挡住那个下球点了 7号本身还是有的 这个一样 4号的角度不重要 相对不重要 关键是距离比较近 降低进球的难度就可以了 8号球 纵弹 18局 李辉胜 比分12比6 这样从8比2开始到现在 一直都是6局的领先 第一次暂停的时候是李辉6比2领先 在第二个阶段 戴勇仍然是落于下方 现在已经是到了悬崖边上了 还有 感谢观看 十九局 李辉开球 十一现在有点小厚丝 来拿十四一条 就应该是解决战斗的节奏了 感谢观看 有一点往左的角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